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兰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今天的报纸有很多的新闻 而且每一个新闻 整个市场上的反应都很热烈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新政府 它要拼百日有感 就是那个施政 让老百姓能够有感觉 三个月 那第一个说要推太阳能 太阳能这个短线的强势 大家都会看 短线的强势谁不会看 我们来看两档股票 第一档股票这个你在节目当中其实看过 这个也是太阳能 它是太阳能的设备 另外你再看 5483的中美金 也是太阳能标准的上游 短线的强势 大家都会看 那今天爆量 向上爆量 在这个位置 其实是不需要的 所以这个短线的强势 不是我们应该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谈的重点 我今天要谈的是 我的交易计划 我的交易计划 我认为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短线的强势大家都会看 其实在这个地方你就在节目当中看过 可是它成交量很小 它的融资好少 融资只有700多张 股本三十几亿 当然这个也是很吊诡的问题 股本这么大 融资这么少 成交量很小 它也是太阳能相关的 所以我现在要谈的不是这个短线的强势 是我的交易计划 已经在执行当中的 那所以这里面包括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看 从大盘开始 大盘今天并没有去封闭 这里的一个跳空缺口 大盘今天并没有去收购8457 可是电子骨 它已经收购了332.6 昨天 昨天就已经收购了这个缺口 所以电子骨是领先大盘 大盘还没有收购8457 电子骨已经收购了相对的一个缺口 所以电子骨在这个波段里面 它是领先的族群 而这个领先的族群当中 其实我跟大家预告过 电子骨一开始 5月19号我们就谈到 电子骨在结构上 它比大盘要强 但是有些电子骨 我们来看鸿海有没有收购这个缺口 78.6 鸿海今天收78.1 昨天收78.4 连续两天包括今天的报纸 今天我们也谈到很多报纸的消息 报纸媒体今天也写了鸿海 郭董有吉丹 可是鸿海 郭董讲的这么大声 鸿海并没有去收过这个位置 78.6 他今天只有收78.1 当然这个不代表说它会跌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说 从每一个小角度 小小的地方 你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那电子骨从上个礼拜 我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 也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结构上电子骨比较强 所以对520后的大盘是有帮助的 早在上个礼拜 你就应该要先看到 电子骨在这个结构当中 它是比较强的 所以520之后的大盘是涨的 而我将要陆续推动 主动初级的操作模型 所以我们今天 就会谈到主动初级的操作模型 目前在进行的有哪些 而这里面 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去看的是 我曾经麻烦各位 你去看一下会员的分析附录 去知道说这里我为什么说 你要调整你要出清 你要转进新的操作模型 这里它为什么会下来 而这里为什么会上去 上个礼拜5月19号在这里 4月12号在这里 怎么下来怎么上去 你怎么看得懂 连这么短的一个时间 你都可以看得清楚 我曾经麻烦过各位 你去看一下会员专属的分析附录 为什么这里会下来 为什么上个礼拜我会先说电子股的结构是比较强的 对520后的行情是有帮助的 你今天在看的时候 麻烦你顺便再看一下昨天谈到的 昨天我们有谈到说8366 200亿短线的支撑 礼拜一的8150跟8250是一个比较大的支撑 所以往下其实这个支撑都很接近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比较重要 为什么 所以麻烦你顺便看一下 两个重点 电子股为什么会下来 为什么会上去 这样你以后才能够举一反三 然后这个支撑是怎么看的 当然对你以后怎么去看支撑 包括个别股的支撑 都会有能够一次就会的这种效果 所以我希望各位去看 那整个操作的模型里面 它会从成长轨道开始 所以5月11号 我们有谈到这四个月跟过去是不一样 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它跟过去就不一样 这里又不一样 这个就是差异 可是这个差异里面 报纸也写了 照例啊 新日新啊 它这就是做苹果电脑的 MB的那个枢纽 你在那边打开来 关起来打开来 关起来那个枢纽 报纸今天也写了 可是报纸写的之前 我们已经谈到了 它是破底翻嘛 代表这段时间 它不是盘就是涨 从这个地方破底再上来 就已经告诉你 它不是盘就是涨 那么从5月11号到现在 你看到的是5月11号在这里 打下去拉起来 不是盘就是涨 可是到昨天前天 这里是有缺点的 所以还是在一个盘局当中 为什么是有缺点的 为什么停在这个地方 而今天报纸写了 报纸写了 其实它已经 我已经提前告诉大家 它不是盘就是涨 所以这还没有办法进入你的操作计划 不会因为这么小小的一个位置 我就去说这个股票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波段的计划 长短的搭配 不会是这样的类型的股票 但是你说苹果的这个枢纽 那个轴层 它是一个很小的东西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市场 而在这个特殊市场的成长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档股票 也是你常常看到的 上个礼拜其实我也有讲 今天在创新高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市场 特殊的市场在哪里 就是医疗废弃物 这个有多特殊 各位自己想 自己看 医疗废弃物 事业废弃物 这就是一个特殊市场 而在这个特殊市场里面 去年已经不一样了 今年其实整个营收的轨道 成长的轨道都不一样 这叫特殊市场 今天创新高之前 其实这个时间很长 从145拉回来 怎么拉回来的 这里有支撑 这个支撑就在130块附近 打下来 弹上去又压下来 就在130块这个地方 你有两块钱的风险 两块钱没有赔掉 就是打到这里 两块钱你没有赔到 今天它创新高 下来上去 其实在讲的是 上个礼拜 我说这档股票你常常看到 上个礼拜其实折起来的 8341的日有 这个叫差异 上个礼拜它跟大盘不一样 所以它今天在创新高 前后关系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2月3月4月5月到现在 你说赚多少 没有 而且这个股票我们早就出掉了 可是我要讲的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你如果看电视能够了解 你自己以后 整个选股的流程 它就会变得很完整 而且你就不太容易去看错 可是现在更重要的是 日有我不认为说这个成交量 它跟刚才中美金一样 过高之后 它还是爆量 也不能说爆量 这个量放得太大 所以我们现在比较注意的是 哪些股票 同样的是一个特殊的市场的成长 而在这个特殊的市场的成长里面 它是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不是在创新高的位置 是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 然后它又具备有消费生态的改变 服务模式的改变 价值创新的改变 我们在进行这个部分 可是这档股票我讲过了 我上个礼拜也谈过了 它的成交量很小 所以它只适合少量少数人的操作 所以这个少量少数人的操作 我暂时就不在节目当中 去跟大家提醒 其实盖起来的股票 你这段时间从上个礼拜到现在 尤其这个礼拜当中 你几乎都看过了 选股其实很重要 没有错 但是你没有看到的股票 你最近看到的 基本上你明天还会看到 都是创新高的格局 所以我刚才谈到的 它是少量少数人能够操作的 那等一下我要谈到的 就是能够让你大量的 100张200张300张 1000张去买的股票 是我们现在想要进行的 另外一个计划的交易 交易的计划 我们等一下再谈到 上半端进广告之前 我先提醒大家 我认为说 现在的台湾应该要更重视 投资的环境 那新的政府 他也知道 他要去做 可是对我们来说 我是认为说我希望给年轻人 更好的一个未来 这个更好的未来里面 所以我昨天谈到 有人问到这是什么 为什么只能一位 昨天有投资朋友问到说 为什么我只能选一位 我选你不是你选我 那我选的这位投资朋友 在未来一年当中 我有很大的私心 我希望说这一位 投资朋友 一年后 你能够有自己的 真正独到的看法 然后再反馈给我 我需要你的反馈 这一位投资朋友 所以你每天必须要有一点时间 至少盘中 每个礼拜 我没有时间通通电话 讲讲电话 让我知道说我为什么这样看 然后以后变成你的看法 一年后 这一位投资朋友 才能够把你的看法 反馈给我 这个是我的私心 所以只能选一位 原因在这个地方 希望各位能够了解 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谈 我们现在进行的计划交易 待会见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再从今天的报纸新闻谈起 今天的报纸有人说 有大咖在拉货 Dram会缺货 大咖是指苹果 其实现在的记忆体 它有很多种 所谓的记忆体 包括这个也是记忆体 这是我昨天写给我们会员朋友 NetFlash的模组 这个才是真正现在市场主流的记忆体 今天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 是你昨天 可以先看到的 那今天涨停板 你昨天看到的 其实 它 是一种记忆体的形态而已 现在记忆体里面很多种 所以我们的计划交易里面 是从这里开始 你要从已经进货的个股 进货当中的 也可以布局 已经进完货的 准备要启动的 特别重要 所以等一下谈到 我的交易计划 就是这个部分 那群联 从287到238再上来 今天也是大涨 没有错 没有错 群联是我们计划交易 交易计划里面 目前 两档 8 2 9 9的群联 这里是8 2 9 9 4 7 4 6 那8 2 9 9的群联也好 4 7 4 6的台药也好 台药我前天跟大家报告过了 94.5以上做调节 这个计划还有再买回 再加码 等落后股补涨 恐怕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再出清 超长的波段 我是怕你不会买 又不会卖 因为大部分的散户只会看短线 不会波段 这是我们第一个计划交易 4 7 4 6 8 2 9 9的群联没有错 从4月28号谈到 Netflash SNSD固态硬碟 包括它的控制IC 八个月涨了一倍 这档股票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 当纳斯达克在拉回的时候 它并没有拉回 纳斯达克从这里下来的时候 它连这个点都没有破 所以你看到的 这档股票今天 其实昨天晚上 在美国纳斯达克是在创新高的 这个也是记忆体IC 所以整个记忆体的族群 不是今天报纸写什么 不是今天威刚的董事长讲什么 是一开始其实市场上 就已经存在一个对未来的预期 这个未来的预期 包括股价的创新高 都是事先谈到的 都不是今天才来跟各位看报纸 来报告的 现在剩下是股价的问题 股价群联从287 碰到287.5 从287.5再拉回到238 你刚才看到的 287 287.5 238再上来 下一个目标不是287 下一个目标我心里面 有另外一个价位 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去买群联 或者你去买什么4746的台药 我都可以随时把它获利出清 我们都可以随时获利出清 因为那个都是在你成本之外的 它在成本之上 随时我可以把它卖掉 因为还有新的交易计划要去执行 现在这一档股票 就是我们新的交易计划 我们来做一个产业第一名的 在这个产业当中 它是第一名 在这个产业里面 它的成长轨道 蓝色的是前年 2014年已经不一样了 2015年不一样 2016年这个地方有一个旺季 所以这个旺季 你看过去几年 这里都是旺季 那旺季来的时候 它股价要在这个时间做完 它是这个产业的第一名 而且产品的应用我认为很有意思 都在高阶高端的产品 车用的产品 在云端高频高温的机材 这个都是最近整个电子产业当中 最具有代表性 最有前瞻性的产业内容 反映出来的是旺季当中的成长轨道 股价必须要在这几个月当中去完成 那这个交易计划呢 跟以下谈到这两个股票有关系 跟它有关系 静鹏 你在节目里面已经看过M变 今天创新高 可是今天这个高点不要买 这个地方我们不买 但是前面你看得很清楚 这个跟我们现在要进行的产业第一名 是有关系的 静鹏 它也是一个特殊市场的成长 全球第二大汽车电路板 成长的轨道 第一次二月份 过高需要什么条件 要一鼓作气 所以第一次从这里过高 一鼓作气拉上来 拉上来怎么调节第二次 我也跟大家谈过 第一次一鼓作气 第二次再上来 第二次就是这里 第二次再上来又是一鼓作气 一鼓作气在模型上面 在操作模型上面 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看电视买股票 你要会买也要会卖 被洗掉 频繁进出 都是枉然 第三次在这里 就是你今天看到的创新高 可是第一次二月 第二次四月 今天在创新高的时候 它已经不适合再去做什么波段的计划 再去做什么计划的交易 因为它今天在创新高的时候 它违反了一个操作上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跟前两次一样 过高必须要一鼓作气 第一次一鼓作气 第二次一鼓作气 今天我认为 其实我盘中我就认为 它没有办法再一鼓作气了 这牵涉到它波段的位置 我从上礼拜到现在不是给大家看过一些波浪的图形吗 现在它波浪的图形的位置 并不适合再做大波段 所以我们现在来做这一档 比较适合 能够在未来几个月去完成的 其实今天开盘之前 你就要先知道了 今天开盘之前 它去突破 去突破 什么样才会比较有效 当它今天开盘前 它去突破的时候 怎么样才会比较有效 这个条件我已经邀请过各位好几次了 不是今天不是第一次 所以你本来早就应该要会的 我希望你一定要会的 你会了以后 这是操作模型里面的一个小部分 你才有办法怎么样第一次去掌握第二次第三次 可以不要 那我们现在来做这个 跟刚才谈到的进棚有关系的 它是产业第一名 而且必须要在这个旺季当中 把股价做完 把股价的波段完成 在这几个月里面 现在的位置 刚刚整理完之后 准备要启动 而且这个产品线是我非常非常有兴趣的部分 邀请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之前 我在跟大家邀请说 4746的台药啊 你也没有听进去 你也没有去参与 你也没有去赚到 短短这一段也有24个percent 那如果群联 不好做嘛 群联拉回 不知道怎么买 再来这个比较简单 现在这个计划交易 我认为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时间会比较短 而我认为后面这一段 它整个涨势反而会是最快的 涨停板往往是出现在陌生段 陌生段会不会做 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所以希望各位投资朋友 你有任何需要服务的地方 可以直接打个电话 给我们线上的服务人员 跟我们直接做个电话联系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 未来每一个操作的模型 你除了跟上之外 还要能够很清楚地知道 里面的为什么 这样你未来才能够举一反三 成为你未来制胜的资产 明天再会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